嗯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书本上紧跟着第二幕 标题里面是升级坑的知乎还有编坡 那我们先给大家再把这一个节次里面的过程图再给你回顾一下 咱们现在已经把施工准备和地下水控制解决了 就是书本上第五个标题 帷幕和井点的关系我们上次课已经讲完了 好现在地下水已经稳定的降了下去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么选择垂直开挖 要么选择放坡开挖把这个机坑做出来 对吧所以紧跟着咱们就要开始去开挖机坑了 那开挖机坑它就面临两种方法 敞口放坡或者带维护结构 这两个你是看现场环境去取一的 像我们现在市政工程一般都是相对环境 地面比较紧凑没有这么大的空间给你放坡 所以目前我们实际上用维护用的比较多 在城区施工里面 如果是郊区人家特别强调了没有那么多的阻碍 我们有足够的空间你优选这个 为什么省钱啊而且质量控制的会比较好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背景给了你什么条件 当然大部分题目都是直接去告诉你的 那我们19年刚考完一个维护结构和支撑之间 包括开挖设置拆除等等这样的案例题 所以这块咱们就今年把重心转移到客观体的方向 它怎么去选怎么去分类啊都有什么特点 你把这个捋清楚就行了 然后剩下敞口放坡这一部分 它也是通用性非常强的 那我们不管说是挖沟槽 还是你开挖路嵌 还是挖机坑 只要放坡所维持的安全要求 施工过程控制跟它都特别接近 所以我们在这要先按照书上所说的 把两个方式都有什么方法 有什么特点讲清楚 然后再把这两种方式 怎么保证开挖过程中的稳定 再给它梳理一下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课堂的主要任务 今天主要任务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就是维护结构 维护结构这个强调的是直槽 对吧直直的往下去挖 所以你看我们这边这个图片 周围还有一些既有的建筑物 我要挖一个深大的机坑 你是不是槽壁这里面完全是垂直的 那周围一定要设置有挡土的结构 这个就叫维护结构的桩 或者维护结构的墙 那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周围的土 向内移动的土压力 它的趋势做一个指导 那我们另外这个叫做维护结构体系 外面把土挡住 它会有向内倾倒的趋势 我们在里面就要加支撑体系给它撑起来 那么这个支撑体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平面结构里面 我们是每一定深度做一层支撑体系的 中间这些咱们叫做水平支撑 或者叫做撑杆 而跟维护结构墙挨着的这个 我们叫做维领或者低层 咱们叫做灌梁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腰带 你看我这边外面有东西啊 要扎我了 我在这放个腰带 是不是可以起到一个缓冲呀 手里面就扩大了 对吧 好 那你想咱们后面会提到它的传逆路径 在支撑里面去讲 外面的土是压着维护结构墙的 维护结构墙 先把这个核载传递给这个腰带啊 维领或者灌梁 然后我们中间是不是就有撑杆了 那撑杆再做对象的抵消就行 所以这个叫做维护结构体系 它包括围墙 包括中间的支撑 当我们做深级坑的时候 这个水平支撑是不是有很多层呀 所以你需要去给它进行层间的稳定 那我们为了提高整体性 往往会设置一些树向的立柱 把它和下一层的做一个联系 这个立柱就可以保证水平称 如果长度过长 不发生太大向下的沉降变形 同时如果这边我们是有一些永久结构的话 还可以利用它去做一个位置确定 或者后续的包裹建设 当然咱们有一些施工大型机坑 这些支撑是可以作为临时施工平台的 如果有这种情况我们一般这种装的结构是要加强的 所以注意一下它的应用方向就比较多了 好这是我们整个维护支撑的体系 先把这个结构认识清楚 一会我们要区分的就是周围这个维护的墙 它有很多种制作方法 你给它分开就行了 那我们到底是依据什么东西去确定的用哪种维护结构 好这块是可以出选择体的部分 深度水温地质条件地面的环境 然后经济去做逼选 这几个因素共同影响了我到底选择哪种维护结构 好咱们再紧跟着 大家翻过来之后就会发现 书上左边这个篇幅有个大表格 这个表格里面给你列举了不同的维护结构 它们各自的特点还有小的适用范围信任条件 这个表格一般就考选择体 它就直接给你描述 我们这边是什么环境挖多深 哪种土让你挑选可以选择下列哪种维护结构形式来做 我们先给大家把这几个名字去通过图片介绍一下 你先知道是什么东西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预制混凝土的板状 好看清楚 预制板状 所以它首先是一个装体结构 已经做好的运到现场垂直打下去 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点 刚才咱们做的维护结构整体体系 它是什么施工顺序 你要在开挖之前 先把维护结构做上 然后我们才能去在有效的保护里面进行开挖 支撑稳定了再往下挖 支撑稳定了再往下挖 它是这样的工序 所以我们这里所有图片里面的维护结构 都是在挖土之前先做好的 你一定要把工序理清楚 不要说我们到时候后面挖土怎么去打开 它先打好了 那这个预制混凝土板状 我们说作为预制的状体 你运到现场 掉成垂直再砸下去 这个是不是本身它断面就相对比较大 那我在向下去做起掉施打过程中 对于周围的挤土影响也是比较严重的 而且自重比较重 是不是使用机械就有限制了 所以这种结构它一般不会用在深级坑里面 因为深级坑的维护墙对应也很深 对吧 咱们一般维护墙都是什么状态 画一个断面图 地面在这 我开挖坑底 如果在这的话 你的维护墙一般都是怎么做的 它要比坑底还要再深 对吧 所以在深级坑里面 我要打这么深的预制装是打不下去的 你掉不起来 所以这个不能用在深级坑 而且单独的预制板装 它们之间的接口 止水效果一般都不是特别好 所以它必须要配合隔水帷幕 才能起到隔水的效果 那第二个这个 我们同样也是类似预制成型的结构 运过来往下打就行了 就是预制的 或者是整体就是钢结构 不能叫预制了 这个是预制的 钢结构里面 我们包括钢管装 或者形钢 或者是钢板装 这几个都可以见到 好 什么叫钢管装 钢管装就是现在把周围这些装体 替换成了一个一个的钢管 我们把这个钢管 绕周围一圈给它打下去 是不是也能挡土呀 管和管之间是有接口的 但是这个接口它也同样不能止水 但是跟刚刚这个相比 是不是自重就变轻了 所以这个它支挡的效果也是有的 但是不能止水 而左下角这个我们叫形钢装 形钢装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用了一些形钢去做的组合 你比如说我们这边用到的 一片两片一片两片 这么一正一反一正一反 这样去做咬合 它也可以起到挡土的效果 但是这种比较薄的结构 它的挡土效果是比较差的 所以像这种单层形式的形钢装 一般也不会用在深极坑 因为挡土效果不好 剩下我们右下角这个大家眼熟吧 钢板装在维艳里面讲过 维艳里面我们讲 可以把它做隔水维艳 所以这个结构 是不是自己就有防水的能力 那我还用做帷幕吗 不用做帷幕了 它就是拉森型钢板装 U型钢板正反拼扣 可以看到中间这些黄色的 是不是有防水碾缝材料 所以施工中我去检查碾缝材料 如果它有流失 咱们及时补充就行了 这个不需要做这个隔水帷幕 但是它因为容易出现变形 所以也不用在比较深的基坑里面 咱们先通过图片的特点快速的讲一下 然后一会儿我们到文字就好理解了 我们先去把书上这个表格名称 你先了解一下它是什么东西 然后后面我们再说这个祭典的问题 再往下面紧跟着灌注桩 灌注桩我们刚才看到维护结构示意图 就是它 你看我们周围是不是都是单根单根的 前面桥梁里面讲的桩基础 就是灌注桩 你回忆一下它是怎么做的 先用成孔设备打个孔 然后往里面放钢筋笼 在水下灌注混凝土 因为我们这个是挖之前去做的 所以我们地表是稳定 有足够的空间给它做施工 但是你这种灌注桩 我们还能连成整体吗 它中间肯定是有缝的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桩之间 是不是都有一些缝 最后我们往往都是要去建设一些 结合的 嵌入的 包裹的这样的结构 生成 知护墙和帷幕之间的整体结合 那么它一定要配合格水帷幕去做使用 但是这个桩它有什么优点 我在桥里面都能承重 里面又有钢筋笼 又有混凝土 所以是不是自身的钢度强度非常大 所以它支挡效果特别好 非常容易在深大极坑里面去做选择 有很大的优势 而且灌注桩 它这个施工往往对周围的程序 影响是非常小的 我们在地下做作业 好 再来看下一个 重力式水凝土挡墙 那么这个说白了就是搅拌桩连成的墙体 我们前面是不是用它去做过帷幕呀 如果单做帷幕的话 就是隔水 没有什么承重需求 那因为我们是直接原土通过搅拌设备 这个搅拌设备是单个搅拌轴 底下带着搅拌的机头 把地层就切碎了 切碎了之后 我们往里面去喷入固化的水泥干粉 或者水泥浆 再往上搅拌提升 是不是原土就混合了固化材料 所以一个桩固化了 搭接之后 它就变成了这种墙体 这是我们从平面上去看的 这种就是搅拌桩成墙 如果做帷幕 那我们不用怎么管它 就是隔水就行了 做墙体的话 你想它就靠水泥固化 它相对支撑涂压力的能力能高吗 肯定不高 对吧 我们里面没有任何抗面型的东西 你水泥固化之后 它就是刚性的 如果出现了一些变形需求 我们抵抗不住 那就开裂了 所以这个绝对是不能用在深极坑里的 不能用在深极坑的 它一般都是在土质条件 相对来说还比较稳定的 没有那么大的支撑需求 比较浅的极坑里面我们去用 然后再看下一个SMW工法装 这个工法装就是在搅拌的基础上 做了个升级 好那我们首先先利用搅拌成墙 单装叠单装 变成了墙体 那光靠这种结构 它抗力能力比较差 容易发生比较大的墙体的变形 那我们就每隔一定间距 往里面去插入工字缸 有H型缸 工字缸 我们给它插进去 所以就是形缸插入 形缸一插入 是不是相当于墙体里面 加了缸骨架 所以有效的解决了它的抗变形的能力 所以这个是属于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个升级 它既然加了抗变形的结构 很显然支挡的效果就提升了 开挖的深度也跟着就降 跟着就往下可以打的更深一点 好这是我们去做的SMW工法装 当然我们书上还给你放一个地连墙 地连墙你怎么好理解它 你想一想咱们建筑里面是不是有简历墙呀 什么是简历墙 就是这个墙体里面是带钢筋笼的 对吧 我们有的简历墙是单排 有的简历墙是双排 三排看受力情况 那我们在基坑里面去用地连墙的话 其实就非常像把简历墙盖到地下去了 也就是整个的维护结构 我们是选择带钢筋的墙体去做的 这个有什么特点 就是支挡效果特别的好 因为里面是大面积的钢筋 以及混凝土去做共同的受力 但是它的弊端就是造价高 大部分我们去做地连墙的话 很多都是要结合成主体结构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造价会相对高一些 那我们后面会重点去看地连墙的整体程序 就没有去给你配图 好 咱们解决了这些概念的理解之后 结合着表格和表格下面 它有一些技术要点 我就把每一个给你融合到一起了 你理解了这个是什么东西 再看特点 就直接去记哪块容易出题就行 你看我们第一个是预制混凝土板装 对吧 刚才说了 你如果特别深的话 它自重就大 那我们不可能打这么深的 你起到设备是要受限的 所以它绝对不适合大的深度的激坑 而且自己带有一定的断面 所以往下打的时候 有挤土的效果 可能会造成一些土的水平的位移 施工相对比较困难 它能止水吗 不能 所以需要服以止水措施 中间的缝是需要去填的 好 这样我们注意一下 这是预制混凝土板装 除此我们书上还给大家放出了 预制混凝土板装的接头形式 就是它的断面是怎么去拼的 这个给你放出了四种 矩形 梯形 公字形 或者口字形 其实就是我们去做的 混凝土板装的结构形式 第一个 这四个形式里面 哪个是最常用的 矩形 最常规的形状 那剩下我们其他的一些结构特点 这个出题的概率相对比较低 我这只不过是把书上的文字形 给你整合成了一个表格 你去关注一下不同节面的特点 那像我们去做的梯形 或者公字形 都属于是把它的击土范围缩小了 端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做挡土的 又减轻的自重 那最常用的是举行 你重点关注这个 所以这个表 你如果没讲义的话 快速截个图 或者课下直接看教材原文就行了 这个咱们不耽误时间 每个学给你看 因为他考的概率太低了 对我们很多学员一定要注意 你自己复习的过程中 特别喜欢一键学员去钻驴脚尖 那我们很多学员都是这个毛病 一个小点绕绕绕半天 的考试大概率都是不考的 你耽误这个时间有啥意义呢 所以听课的目的是干什么 就是在老师告诉你重点的前提下 给你梳理整个施工流程中 哪块容易出题 你要有听课的一个思路 要不然其实你自学都行 对吧 你每天研究这么多 你自学不就可以了 我在直播里面又不能解答每一个问题 都是问题在挑选我 对吧 好 还有什么问题吗 一边学一边忘 怎么办 写 反复强调 你光去听 光去看是不行的 一定要有动手的过程 能动手就别吵吵 对吧 东北人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钢板装 不好意思啊 刚才不应该说 说东北人 我那门人也这样 不能带地狱的 不好意思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钢板装的 钢板装 这个我们前面解释过 它的基本的要求了 就是它能够止水 对吧 能够止水 如果能止水 你就不用做帷幕 但是我们这个防水材料 是可能会出现流失的问题的 所以需要对它去进行定期的检查和修补 这个因为它自身就是单层的 虽然说加工成了U型的形状 但是是单层的 所以抗土压 抗变形能力弱 它不能放在深极坑 一般开挖深度就是7米到8米 那新的时候 支水性好 如果有漏水的 需要去加一些防水 同时我们书上还提出了 它需要有中间的支撑 你可以看这个图里面 是不是中间去设置了这样的支撑的两体 然后再给你放出这样的中间的支撑的撑杆 每挖一层设一层 每挖一层设一层 按照这个程度去做就行了 好 我们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整体的施工的内容 它的框架体系 就是向下随着开挖 随着设置支撑 那么这种结构 我们前面说的都是选择施打的方式 垂击震动 或者其他的一些辅助的形式 那相对带有一些噪声 而且所有的钢构的维护结构 钢管 形钢 钢板装 或者是后面SMW里面 内插的形钢 都是可以反复利用的 只要有这种反复利用的材料在 它就是经济信号 你把这个特点记住就行了 好 这是我们去做的钢板装的特征 然后再来看钢管 钢管在书本上是跟钢管装合到一起的 那我们前面已经看过图片了 它就是单根钢管打下去 圆形的比薄的钢板 它的支撑效果是更好的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可以做的深一些 刚才单层的做不了深大极坑 但是它有没有止水的效果呀 没有 所以必须要配合止水木啊 那我们需要有防水措施 在软土中开挖深度相对是比较大的啊 好 你注意一下这个特点就行了 再紧跟着我们再来看灌柱装 灌柱装刚才已经去讲过它的特征 就是因为带钢筋带混凝土 所以支撑强度更好 钢度大可以放在深大极坑里面 对周围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啊 你就参考第二张桥梁工程 钻上挂上桑的装机就行了 但是它不能止水 所以在中间这些缝的地方 我们都是要加上隔水帷幕去做补充隔水防护的 可以修成独立的 可以修成去做包覆这样的效果的 那另外我们还强调就是 适用于程区 因为影响比较小 除此没有放到讲义里面的 你再关注几个数字 我们书上跟你说了 这种钻孔灌柱装 如果是悬臂结构形式 需要把它的装径调的高一点 书上应该给的是600毫米的直径啊 好我们这边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维护结构墙体的悬臂形式 还是刚才的地面在这 我们去打了维护结构的墙体施工在前 然后逐层开始施工向下开挖 坑底在这 如果你在这个机坑中间 没有设置任何的支撑杆件 那么这个维护墙靠什么去挡土压力 周围土是不是想要往里走呀 它就靠插入土的这一部分 这就是悬臂结构 所以没有中间支撑的 是不是对于这个墙自身的抗密性能力 要求特别高 那我们能做细的装吗 不行就抗不住了 所以在这种悬臂结构里面 它的装径一般都是取600毫米以上 对吧 这个是我们书上给你放的一个数字 第二种就是带支撑或者拉帽的 那支撑体系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内部射撑杆 是不是来抵抗的涂压力 这个情况我就可以适当的把装径变少了 省点钱 然后第二种就是我们可以在维护结构这往外去打这种拉锚的形式 锚稿锁定到地层里面去 它也是属于复合的维护结构体系形式了 不是单纯的悬臂结构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把装径控制不小于400毫米就可以了 好你注意一下这两种情况 旋臂的直径大 如果是带支撑带拉帽的直径可以做小 这两个是不是很好理解 剩下我们书上还给你提出了 在灌注桩里面 我们对它的混凝土标号不低于多少 直接记数字 应该是C25对吧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C25 C25 好这个点咱们到这 那我们这里面就把它书本上延伸出来的一个小的数字记点 再给你梳理一下 你也是要从理解的角度去记的 好 然后我们再来走 再往后面我们就进到了SMW工法庄了 刚才说了在搅拌的程度上去做了个升级 那这个图片我们刚刚看过不用再重复了 强调强度大直水性好 直水性是谁带来的 搅拌成墙带来的 就是我们因为它可以做帷幕嘛 所以帷幕里面插的行钢当然也能止水 那强度相对大 为什么因为插了行钢进去 而且这个行钢后面是能够拔出来重复的去利用 所以只要有重复利用的经济信号 剩下软土地层一般变形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们只要是放在软土层 那这个地层就容易变形 你再去城墙的过程 即使插入了行钢 它也带有一定的变形的风险 因为这个毕竟不是完全整体去做建设的 所以你注意不是说变形控制的 非常的有优势 完全的控制住 如果低层条件不好 它也是存在变形大的问题 那我们书本上还给大家去列出了 SMW工法庄 它的整体程序 这个需要你把前后的工序去理解好 前半边放的就是搅拌墙的施工过程 后面放的就是插形钢和拔出形钢 这个经济回收的过程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对维护结构墙体 做一个施工的定位 因为你是在挖之前去做的 我们做好放线 是在机坑的四周去修这个维护墙 你要先去把它的开挖导钩 以及定向钢板给它做出来 就是我后面搅拌去城墙的时候 我在哪去钻 先把这个导钩和定位钢板做好 那我们有了施工位置之后 搅拌设备就可以上线了 搅拌设备上线 开始向下进行搅拌成墙 它也是单装搭接 单装搭接 然后变成了连续的墙体 那这个墙体我们做完之后 紧跟着插入形钢 是不是钢骨架就进去了 等到你施工结束了 施工结束指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维护墙不用了 我们内部的基础已经做完 结构已经做完 已经回填稳定 对于这个维护墙来说 我不用它去做挡土了 里面已经没有任何的变化了 你再把形钢拔出去 所以注意这个结束施工完毕 它指的是里面不再用它去做挡土 你不要把它理解成墙身施工完毕 我们还要用它去挡土呢 然后这个插的形钢这 可以看到去提前涂了解模材料 而且我们这里还要起到一个防粘结的效果 因为如果你直接去放了一些粘结效果在里面的话 就是我们混凝土完全就把它包裹起来 这个不是混凝土 有水泥在里面啊 如果是完全粘住的状态 你再往回回收的时候是很难去做的 这个咱们一般都是机械往上去拔 所以前端去涂了减阻 或者是一些防粘结 是不影响它的水平受力 但是能够方便后面去做起拔的回收 这个你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程序上前后顺序一定要排清楚 可能会在这考你一个工序的缺失 或者排序类的题目 这个小心一点 好 然后我们再紧跟着 咱们有学员还在说人工的挖孔 你注意一下 我们在这种升级坑的知乎结构里面 维护墙体里面是不会选择人工挖孔的 人工挖孔这个点 是我们在墙量工程里面去做基础的时候去用的 你给我分清楚 都不是一回事 你在这讨论这个没啥大的意义 没什么意义 不要耽误自己的时间 好吧 先回田还是先拔缸 都告诉你了 是要施工完毕 不用它挡土了 施工完毕 我们内部的结构去做完 一般都是回田稳定 不会再利用它去保护中部结构 然后你再往外拔 这个意义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SMW的一些技术细节 那么这块就大多数是一些记忆性的点 比如说数字呀 间距呀等等 那首先我们一定要记住 28天无测线 抗压强度不小于设计 直上0.5 这个你要给我重点计 因为我们后面一会要把它跟重力式挡墙 做一个对比 那反而我们会发现 支挡效果好的这个值 要比重力式的要低 一会我们解释一下 或者咱们现在说也行 重力式挡墙的后面要求的是不得小于0.8 好 我们想为什么是刚才这个支挡效果不好的 重力式挡墙 它反而要求无色线抗压强度要高呀 因为它没有形钢支撑 对吧 当我们用这种没有形钢支撑的结构去挡土 当然要提高它自身的抗别线能力 而你这个部分 它是有形钢去做挡土的 变相的削弱了我们对于混凝土的要求 所以这个是低值 重力式挡墙式高值 你把这个锅对比好 它如果出题想绕你一下的话 放在一个多选题的选项里面 就可以来混你了 好 我们再来看 水泥的话 选材问题直接记42.5级的普通硅酸盐 大部分我们要求选材都是这个值 然后特别软弱或者比较硬的 钻进速度慢的 你的水泥量适当的往上去增加 就是地质条件不好 那我们就把固化效果提上去 杀性土 杀性土它本身就是地层不稳定 容易出现松散变形 那我们适当的加一些蓬润土去改善一下 蓬润土里面就可以起到一个吸水固化锁定的效果 然后单根形钢的接头 就是我插的这一根形钢 是可以去做连接接长的 这个接头别超过两个就行了 那我们一定是连接稳定往下去施打 那这两个接头不要离得太近啊 所以我们注意距离不要小于一米 因为它们属于薄弱点 而且接头离坑底也有距离的限制 接头距离坑底不要小于两米 我们首先一定要注意一下 在错开这个点里面回到这个图片上 你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是有好几根 对吧并排有好多根 如果这一根我接头放在这了 那你水平方向不要全在一条线上 我跟它错开啊 这样去错开布设 这是我们所说的错开的距离 而最后一个接头距坑底这儿 刚才是不是给出了你坑底的限制 把这个位置理解清楚 说的是在哪啊 好 那我们这边就给你把它的接头问题也解决了 那除此讲义上没有放的 回去再来关注一下数字范围的 就是关于我们这里面做搅拌的结构 搅拌墙体的结构 它自身的直径 跟我们所选的行钢的直径 是有一个范围的确定的 如果你搅拌的墙体 它的直径就比较小 那我们取的行钢对应尺寸也是比较小的 给你列出了几种选择 如果说是居中的第二个类型 比较大的第三个类型 所以随着搅拌这个结构 它的直径增加 我们行钢的尺寸 也是要跟着往上做调整的 这个因为它就是数字记忆点 所以你不用死尽背 你回到教材里面 把这三组数字去读上两遍 有深刻的印象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对于它去选择行钢类型的时候 可能啊 如果在这出题就考你一个匹配题 我说我这个直径是多少 让你选择可用下列哪种类型的行钢 对吧 你把这个特点去给它记清楚范围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到这儿 再来看一下下一个重力式水平图挡墙 那么这个点特点不用再解释了 就是比刚刚的SMW少了行钢 所以它墙体变位大 因为没有抗变形的结构 那相对造价是非常低的 可以做帷幕 所以支水性好 那就不用再去单独做隔水了 我们这边看到左边这个图就是在去做搅拌的装体 那么搭接之后就形成了这样的墙体的结构 它也是一样在技术细节里面可能会有小的数字点 那第一个我们说隔山式面积转换率 这个需要大家去理解一下 什么叫隔山式的啊 就是你在做搅拌墙的时候 它不是一排 我们做成了一些网格状啊 比如说现在我如果单个去做搭接 这是不是单排的墙呀 那我现在一排指挡效果不好 我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它加厚 对吧 我变成双排的 那但是你这样造价就上去了 所以为了提高它的加固的效果 来保证加固范围的拓宽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这种隔山的形式 间隔开一定的间距再放一排 然后两排之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搅拌桩生成联系 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隔山式加固 你看我们中间空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不用再去做固化了 它有网格状的结构在地层里面 可以起到有效的固化的效果 又省钱又提高了固化的效果 那我们这里面说转换率啊 指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它所占的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用装去做固化加固的面积 比上整体的面积 所以这个叫做一个转换率的问题 那么一定是看地质条件去做不同的 所以书上给你区分了不同的地质条件 地质条件越差 覆盖的面积越大 对吧 你看这个比例是不是就直接往上增加了 这个理解起来去记啊 理解起来就可以 就是看不同的地质条件 越差的我们覆盖的转换的面积 应该跟着越大就行了 就是这个要求 然后开挖深度不一大于7米 另外我们还对于它的建固深度和墙体宽度提出的要求 就是你整体去打的搅拌的维护墙打多深 它应该是在不同土质里面看开挖深度 如果是淤泥之土 那就是1.2倍的开挖深度 墙厚不要小于0.7 0.7倍的开挖深度就可以了 而剩下我们在淤泥这个点 它土质就相对来说水分更多 所以此时要打的更深更宽一些 像这样的数字记忆点 烤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你需要看什么 你需要看变动趋势 当我们定义条件变差的话 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做变化的 越差 我的固化材料就越多 固化面积就越大 结构也会越深越粗一些 这样的效果 好再往下面 刚才对比过在SMW里面 28天无色线抗压是0.5 而重力是挡墙 就靠它自己的固化去承重 所以这个时候要不小于0.8 所以我们注意一下这两个值的对比 那么它的墙厚不要小于150毫米 同时是C15标号的限制 这就是选择的提点 好我们注意一下这边技术细节的对比 关于搅拌墙 它是怎么去做搅拌的 这个工法的内容 在地基加固里面有 我们应该是放到下堂课去说的 所以你先不用着急 我们会看到它是怎么样搅拌成墙的 这个装的一个整体固化效果 都会给你出流程 好然后我们这个到这 来再往下面来看 会考的这么细吗 所以我告诉你了 这个输出的概率比较低 你就掌握变动趋势 对吧 已经怎么考概率高不高都搞清楚了 你要会听课 不要让我反复的强调这个事了 好吧 我说的次数太多 你还嫌我啰嗦 对吧 你说我们网课老师多不容易 上一堂网课多难 对不对 互相理解一下 好 然后我们稍微大家补充一个点 就在规范里面 我们对于这个搅拌墙维护结构 当它形成之后 你想我作为一个施工的控制者 现场的管理者 你做完施工之后 我们非常关键的节点是干什么 是要看你做的工作是否合格 是否达标 而你刚才做的这个搅拌墙体 是出现频率非常高的 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种工法 所以我们在这儿稍微补一下 对于搅拌墙来说 我们要对它去执行哪些方面的技术检验 那搅拌墙 我们首先对于它的直径 搭接宽度 位置偏差是要做检查的 检查的方法 就是直接通过开挖去看就行了 并不是全挖掉 是只挖一定深度来检查它的施工效果 剩下单轴抗压 完整性深度 我们一般都是钻心取样的形式来做 好 这两个方法 你重点去关注一下 是怎么剪的就行了 这个是书本上没有的 从我们相应的 激坑知户的规范里面 直接摘一个过来 如果没讲义的话 赶快截个图 刻下去做一个知识点的完善 好 我们这个到这儿 然后咱们再紧跟着来看 再紧跟着来看 像刚才那个内容 就属于是一个小的天充的点了 因为这种内容出的频率高 就是搅拌桩城墙 或者地连墙 这个烤铁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咱们给大家把这个检查程序 稍微的去补离补 在地连墙后面也加了这么一个检查内容 你小心一点就行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进到地连墙 刚才在整个的类型实图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看到地连墙的 我们前面分别去说了 需不需要止水 能不能挖深的 它有什么特点 用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大表格 加上后面技术点里面 已经给你梳理完了 你要侧重去看 在哪个条件 要选哪个形式 它可能会从水的角度 深的角度 或者土质的角度 去给你一些条件 那我们会选就行了 而剩下这个地连墙的 地连墙 我们前面说造价高 所以它大多数是用作 主体结构的一部分 去做建设的 那这个施工原理 你扫一遍这个程序 会发现它80%的程序 都是跟钻孔贯着装一样的 而且我们也是执行的 泥浆作业施护壁 然后再执行水下导管贯注 所以基本的核心原理 跟第二张钻孔贯注特别像 那我们这块就不用去 再花大的精力 给你梳理程序了 因为已经讲过一遍了 我们就快速的把这个流成 书本上有这个原图 你直接翻过来看书就行了 哪版教材都有这个图 小心一点 首先我们第一个 前面先做导沟修导墙 这个东西 它的功能就跟钻孔 装里面的护筒是一样的 相当于去做顶部的保护 防止两边土塌进去 去做定位等等 好 那我们有了这个保护之后 是不是往下去挖了 装里面是成孔 泥浆护壁 这里面我们挖的是片状 所以钩槽 那是不是要有泥浆呀 所以泥浆提前制备好 随着开挖 随着循环流动 把渣土带出来 是不是一样的原理 挖到底之后 我们前面要清孔 这里面就是清槽壁 把底下的淤泥残渣抽掉 用什么方法最彻底 就是抽浆法 下个泵管再底下去抽就行了 然后清理好了之后 我们空间相当于模板有了 你是不是应该去给他放钢筋 然后我们再去灌火泥土 但是整个的地面墙的长度是非常长的 所以不可能一次性全把一面做完 我们是一个槽段一个槽段去做的 那既然是一个槽段 它有两边槽壁是不是片状的侧模板 那长度上两端是要有端模的 我们在这就直接放接头管进去做端模 好 两边模板有了 旁边模板有了 做钢筋龙放下去 所以可以看到两边的分支 是不是有一个钢筋龙的加工 在加工厂做完 运到现场 掉成垂直 然后再下放 下放下去 安装稳定之后 下导管灌注混凝土 是不是水下灌注呀 跟钻尔灌装一样的原理啊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拔出接头管就行了 也就是接头管 在柔性接头里面是不属于墙体的一部分 它是要拔出的 好 这是我们整个的核心的程序 那么这个程序再给你转换成图片的形式 我们快速的去理解一下施工现场 因为咱们很多学员说啊 你说像装机柱就完全想到之前的东西了 对吧 所以现在咱们转换一下 你看看现场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啊 首先我们说工程的前两个步骤 是挖导沟修导墙 我刚才说这个功能跟谁是一样的 跟钻孔庄里的护筒是一样的 护筒我们前面讲它是干什么用的 它是保护孔口图体 别往里面塌 然后我们防止外部水流入 还可以给它做定位 对吧 那我们这里面也是一样 你看我们这个导沟 导沟挖的是谁的沟 是导墙的 中间这个范围是我们做好导墙之后 你要去乘地连墙草体的地方 从这往下深挖 两边这个就是导墙 我刚才挖的沟槽 是在修这个导墙的沟槽 所以你先把它的沟槽做完 好修个导墙 这边挖完修个导墙 然后他们两个中间是不是就有空隙了 导墙在这可以防止旁边的土体往里面塌 还可以进行开草的定位 同时导墙上部的这个宽度是混凝土的结构 是可以提供部分机械受力的 我们后面会见到导墙形式的选择 那现在顶部的保护做完了 保护做完之后 我们想要开草的话 是不是同步都有泥浆 所以刚才程序里面是先把泥浆做好 再跟着成槽进行注入 那我们现场就一定会用到泥浆 用到泥浆就必然要有泥浆处理收集系统 泥浆池沉电池泥浆制备 对吧 这个你就注意它的安全就行 像我们这个图是不是就缺少一些边部的防护呀 好 再紧跟着 成槽就是机械成槽 成槽的同时把刚才这个泥浆直接做引入 循环流动把渣土带出来就行了 那一直就开到我们设计的沟槽底 那这个过程泥浆的循环带的渣土可能是排不干净的 重的颗粒又沉到底部 所以在我们挖的这个槽底直接下一个管下去 用抽姜法把杂渣抽掉啊 就是清孔的工作 这就是清槽底的工作 好 清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不是两片岛墙 中间是槽底吧 然后你两个侧膜有了 我们是不是没端膜 咱们一个槽段大约就是四到六米的长度 所以你需要把接头管放下去 充当两边的端膜去用 也就是端部的膜板 好 接头管放下去了 接头管放下去端膜都有了 我们才会去把钢筋龙到现场进行安装 这个也是提前在加工厂去做完的 那加工的时候一般都是平放状态 进行稳定加工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面白色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电块 电块 它要防止钢筋直接跟坑壁贴到一起 否则会有水的这个锈屎的问题 所以每隔一定间距需要设置电块做隔离 这是保证保护层厚度的 红色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吊环 你看我们这边是不是应该把钢筋龙吊成垂直状态再往下放呀 所以设计好的受力位置设置吊环 到现场调成垂直状态 然后再往下走 下放之前我们前面就讲过 这个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管理上的程序 你要干什么 来来想一下这个过程啊 想一下这个过程 这我钓钢筋龙之前 往下放之前 咱们得干嘛呀 得干什么 来想一想干什么 对非常好啊 隐蔽工程验收 谁来给你验 找监理啊 监理做隐蔽工程验收 留好相应的这个验收的过程 留好资料 一般我们现在拍个照片 对吧 好往下放 往下放固定稳定之后 就是我们去做钻孔灌注的 下导管灌混凝土 那么这个导管法也是一样的 我们里面会去放隔水栓 然后你要手盘灌注 混凝土页面 没过导管底口 再跟着随灌注随提拔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有多个灌注口的 因为你做的是片状强体 如果一根管的话 它是这种斜坡形式 所以可能会有局部夹扎的情况 那我们多根管去共同进行浇注 只要保证浇注进程是持平的就可以了 那当我们完成了这个槽段的建设 两端这两个是不是接头管呀 接头管如果是柔性的 它是不能留在墙身里面的 因为你这个就会造成墙身 这块受力不均 那我们就需要施工完成之后 给它拔出去 拔出去你这个范围 是不是就是异形的状态 那我再去施工旁边 相邻草壁的时候 它是不是自己就可以做端膜了 我就不用再放了 对吧 我就在旁边没有地方放 接头管就可以 所以这个程序的最后一步 千万别把接头管的拔出漏掉 但是如果你这里用的是刚性的接头 什么叫刚性接头 刚性接头就是槽段槽段之间 是做刚性咬合的 它既然是有咬合关系 那你还用拿出来吗 不用了啊 所以就要注意特殊的情况 柔性的没有形成整体的 拔出去 如果是刚性的 它是变成整体的 这个我们是不会拔出的啊 好你注意一下这个特点就可以了 好这样咱们就把整个的程序 给你转换到了图片 好理解的角度 我们又走了一遍 然后再紧跟着咱们书本上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给你指出了几个比较关键的 可能会出考题的地方 那我们再逐个给他看一下 第一个在特点这个点里面 地连墙前面表格描述了一部分 后面功法描述了一部分 我们给你整合到一起 那这个在说法上 稍微有一点点小的问题啊 你看刚度大没问题 深度大没问题 因为它支撑效果好 可以适用于所有低层 这个概念是在表格里面去说的 适用于所有低层 但是你要注意啊 它是一个跟钻孔中央类似的功法 当然也有局限性 如果说你这个低层里面含有 菇石大颗粒卵石局部障碍物 这个我们一般都是要单独去做处理的 所以在后面技术点里面 它就说适用于多种土层 都可以高效成槽 但是这种情况是要影响成槽效率的 所以适当的去做选择 在说法这儿 前面叫所有低层 后面叫多种土层高效成槽 当我碰到大的障碍物 这个是一定要做处理的 如果你在向下施工过程中 碰到了局部地面 出现了比较严重的 什么严容这样的地段 你还能做吗 那肯定做不了 所以它一定是有局限性的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是带有局限性 书上前后说的不是特别的严谨 那我们在答题的时候 如果人家题杆里面去给你描述这个情况 没有去说这些特殊点的话 它当然是适用土层范围比较广泛的 所以同等条件下选一个最贴近提议的选项就可以了 好再来看 强度大变位小 隔水性好 可以兼做主体结构一部分 大部分我们看到这句话 你就直接把它和地言响打个等号就行了 这是非常典型特点 然后震动小造声低 相邻建筑物构筑物使用因为影响小 这是不是跟钻孔罐章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适于城区施工 一般一个槽壁四到六米相对造价很高 所以花钱花了多 光用它去挡土太亏了 基本上都是做主体结构的一部分 好 这我们注意一下 它是挡土效果非常好的 剩下我们书上还有大家提到的这个接头的选择 我们刚才就提到过 刚性和柔性的区别 那这个柔性接头有什么 刚性接头有什么 第一种出题的方式可以让你选 下列哪个属于地连墙柔性 哪个属于刚性 你怎么去看它 如果我的接头跟两边是有咬合关系的 是要共同形成主体的 那么这个是刚性 如果没有咬合关系 它只是做个模板使用 那么这个是柔性 柔性的需要拔出 刚性的一般都流到结构里面了 那么它是用在主体地下结构外墙形成整体 就是要做主体结构的一部分 要受力 要受力的时候 对于它的变形要求比较高 我们一定要做成整体结构 这是不是挺好理解的 你怎么去选 如果我们体干里面告诉你了 这个地连墙要兼做主体结构一部分 它要承重 那我们就选刚性的 对吧 好 你看底下这个图片 左边这个给你放的是一个形钢 右边这个是十字形的钢板 十字钢板 我是不是这边就咬合了 这边也咬合了 典型的刚性 它不拔出 而我们左边这个 它只是做端膜 这个后面是要拔出来的 像圆形管 或者组合的异形管 形钢这种 它都是柔性结头 后面是要拔出 好 这个我们注意一下 那没什么大问题吧 清除草底的时候 不会摊孔吗 摊孔 我们前面是有泥浆 去做施护壁的一个保护的 你的清底工作 只是下一个管 在底下去抽渣土 只要泥浆的保护效果在上面的 导墙能够起到有效的保护的效果 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形 啊 好 那我们这个到这了 然后再紧跟着啊 咱们紧跟着再往下面来看一下 导墙的 导墙这个点 前面看过图片了 先挖它自己的沟槽 再来修这个导墙结构 那我们导墙结构 大部分 它的深度 咱们书上虽然没有说 一般情况下 都是控制在一米五以上啊 这样的一个深度 当然要看它适应地层的形式去选 如果你周围地理条件不好 我们就会做的结构深大一些 如果地理条件好 我们就做的保浅一些 这个能理解吧 那导墙这里面 我们在18年教材改版之后 就紧跟着考了个作用 直接案例题里面问的 导墙由哪几个方向的主要功能 哪四个方向主要功能 你就直接挡土基准 承重存续啊 还有其他的 把这个写上去就行了 那么这些功能里面 可以发现它跟户筒特别接近 就主要是干什么 是做顶部的保护 对吧 所以挡土这儿 刚才给你比过了 防止旁边的土塌进去 基准我可以做定位 对吧 在这里面我们就在中间去乘槽 承重的话是承什么重 你后面承槽 有一些机械是可以把核载 作用在这上面的 所以它有数项承重的功能 而存续泥浆跟户筒要求一样 我们前面讲过 泥浆要稳定在什么地方 泥浆液面要稳定在什么地方 这规范里面是有规定的 你想一下钻孔庄 我们回忆一下 在钻孔灌注庄里面 我们对于泥浆的液面 它要稳定的高于地下水位 不小于多少 泥浆液面跟地下水位之间 是不小于一米 对吧 如果水位在这 泥浆一定要高于地下水位 至少一米 如果你低的话 我们这个水浇往里面反贯了 泥浆一稀释 互比效果变差 所以泥浆一掉在上面 那我们发现泥浆的一些缺失 你要及时补 对吧 好 再下一个问题 护筒顶面到水位 我们在钻孔灌注庄里面 是什么要求 护筒顶面到水位 是不是限制了两米 对吧 护筒顶面到水位 也就是你的护筒口在这 泥浆在护筒里面 去做好刻度的标记 水位在这 当我在护筒里的刻度 发现下去了 补上 这个也是一个道理 它是不是有存续泥浆的 这个空间的提供 所以我们在这如果经过测定 这条线是泥浆线 你发现泥浆下去了 赶紧补 发现泥浆下去了 赶紧补 就这么一个作用 那这个泥浆的高度 我们要求跟顶面之间 是有间距的限制的 还是一样的 稳定的高于地下水位 一米以上 所以这两个数字 你就参考前面钻孔装 一样的原理 然后我们做理解就行了 这个能理解吧 就是数字不太一样 数字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再来 那这几个功能 就刻下去做一个记忆 重点去关注一下 我们泥浆这里面 一个刻度的问题 因为之前已经 案例题里面考过功能了 然后确定导墙形式的时候 这几个考虑因素 就是能出现选择题的地方 不在主个群面了 它如果在这出个题 就是问你 导墙是参考下列 哪些内容去确定的 给你把这几个因素放上去 所以如果在这出题 就这种形式 刻下去记就行了 重点去关注 岛墙的形式 是怎么做的 这个图片 在我们20年的 二件教材中 已经删掉了 已经删掉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 一件会不会跟着调 它实际上也是有选择的 一个趋势的 所以我们再给大家 去强调讲一下 一定是跟着地质条件 还有我们地下水的问题 去做挂钩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 A和B 这个形式你会发现 这是我们 整个地连墙的断面 就是你底下成槽 是要这样去挖的 那倒墙 是不是这两片 对吧 我们现在是把墙 整个沿着它的宽度方向 切了一刀 那第一种和第二种形式 可以看到 它的断面是非常规整的 比较薄 是不是举形 或者只是在端部 做了小面积的扩大 好 这种形式 它一般适用于地质条件 相对比较好 上部的核载 比较小的时候 就是土质条件稳定 各方面给你描述的信息 都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就选择这种 规整的形状就行了 所以表层土质好 到墙上 核载效 那再往下面看 你看后面这个 是不是我们上面端部 就做了扩大了 变成了倒L形 或者是直接修成了 这种槽形的形状 那很显然 土质条件变差了 核载稍微大了一点 对吧 就是条件比这个差一些 那我就扩大断面 它的效果就会变好 这个适用于杂田图 软黏土 承载能力弱的低层 因为你低层承载能力弱 所以部分的核载 就要转移到岛墙的上端 你就得把核载的面 给它扩大 对吧 好 这个两个很好理解 你再看底下这个 这个有什么特点 断面扩的特别大 对吧 这个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上面需要承受 机械的核载了 机械的核载了 当我们后续大部分核载 都涉及要由岛墙顶部 去做承担的话 你就不能做薄的结构 你要把手里面扩大 所以这个适用于岛墙上 核载很大的时候 再下一个情况 是不是周围有 相邻的建筑物呀 那这个建筑物 可能我们这边的开挖 就要对它造成影响 所以你相邻建筑物 这一端去做了扩大 这个也很好理解 如果周围有建筑物 那我们就离它近的岛墙 做的尺寸断面大一些 相邻建筑物去加强 那再下面这种情况 你就可以把它从刚刚存续 泥浆的角度做一个理解了 你看我们现在地下水位 是不是非常高呀 地下水位高 我刚才说了 咱们在岛墙里 泥浆的叶面 是不是也是稳定的 要高于地下水位 至少一米 如果水位高的话 那我泥浆跟着 也得往上走 泥浆往上走 如果出了岛墙 怎么办 那你岛墙就往上建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 是不是岛墙 可以看到是出土的 所以这个就适用于 地下水位比较高 水影响比较大 土的条件相对比较差的时候 那你注意水位高 保持泥浆面 距离地下水位 不得小一米 然后两端 你要做天图 找平封闭 因为我们现在 这个岛墙已经上去了 它这个受力平面 是要提供出来了 两边天图 给它封上 好 这个是不是 你找到原理之后 各自的适用范围 直接就出来了 咱们书上是原图 原图的描述 就是给你讲 在什么地方去用它 把这个做一个重点理解 好吧 来我们再往下面去看 再往下面看 那剩下 我们在程序里面 还有提到一个 钢金龙电块的问题 这个在教材上 没有去细说 那我是找到了 机坑的一个 施工的规范 然后我们给大家 去找一个参考的数值 这个电块 该怎么去设置 像我们去找 这个电块的时候 你不可能只设一排 一横一竖都不行 它是每个 一定监取去放的 所以在我们建筑机坑 的施工规范里面 在导墙 钢金龙 不是导墙 地连墙 钢金龙 它的电块设置里面 一般垂直方向 兼具取的是 三到五米 设一排 就是整个的 钢金龙 不是这么去 竖项布置的吗 好 三到五米一排 三到五米一排 去放这个电块 水平方向上 每层设 两到三块就行了 因为我们一个槽壁 也就是四到六米宽 所以它 每隔一定的高度设上 然后这个 大家可以把它 当成一个辅助理解的 你简单记一下就行了 书上是没有去 给你放这个点的 但是你没有做好 电块的话 是不是会影响到 我们后面钢金龙的稳定 所以也是对钢金龙 地连墙的安全来说 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好 你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的 胶筑的问题 胶筑这个点 同样在我们书本上 没有去跟你说特别细 那我们这个强调一下 刚才就解释过了 一个槽段 一根管是不够用的 所以你需要去看 我们槽段的长度 给它设置几根管来做胶筑 只要这几根导管 它们保证同步就行了 那大多数不大于六米 这个时候我们选两根就够了 因为咱们市政上前面 是不是跟你说四到六米一个槽段 所以当我们大部分出考题的时候 你就取两根基本上就够了 而如果特殊情况 它说超过六米了 那我们应该是设置多的 好 这个你就理解一下就可以 剩下其他导墙的这种导管 它的莫过的深度 你可以看这个数是特别眼熟呀 在哪我们提过 在钻孔灌注桩里面 导管法座水下灌注 这个跟这个要求80%是一样的 那我们没入混凝土的这个页面 咱们前面取的是二到六 对吧 这里面给你限制的是二到四 然后胶注高出设计顶面 这是在干什么 这是在做超灌 做超灌 因为我们第一批接触到的泥浆 它肯定也是夹着杂杂的状态 所以你需要把这个混凝土顶上去 至少超灌出来50公分 把不良的去掉 对吧 尤其是当我们需要去作为主体结构 一部分的时候 对于它的混凝土强度要求是非常高的 好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小问题 那这个数字 它的来源是在我们的 这个机坑知户的施工规范上去取的 所以我们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小的延伸和参考 像这种点的话 属于常识性问题 你可以直接记了 这个也是我们去给你按照它的设计长度 做了一个小的延伸 你简单在书本上空白的地方记一下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这个到这 二到六是钻孔灌注装 我刚才跟你说过区别了 注意不要较真 告诉你记什么 从哪来的记清楚就可以了 对吧 这种东西你没必要再抬杠的 好 我们再引个人来看 刚才地点墙里面给你梳理完了整个的施工程序 还有一些技术要点 那我们做完这个结构 它如果做主体结构一部分 我是不是一定会去检查它的质量 或者是你直接用它做维护结构来说 这个东西我用在什么极坑里面 深大极坑 所以对于这个维护结构的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这边就再给大家补一下 地连墙我们做质量检测的时候 主要检测什么 第一个就是地连墙的垂直度 这我们是需要去检的 那每个槽段都应该去做检查 沉渣厚度这个 你做钻孔装里面 沉渣厚度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 我们清理的槽底的淤泥杂渣之后 去进行检查 那每个槽段都得检 然后是墙体的质量 它包括透射或者钻心取样 去进行墙体强度的确定 好 这个同样也是规范上所取的 没有讲义的话 直接截个图 做一个课后的延伸就行了 好 我们这个就到这 来 咱们这样就把整个的地连墙的部分 也给你梳理完 所以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任务是完成的 就是关于维护结构地连墙这边 工法特点 包括延伸的一些细节给你做了一个梳理 然后接下来咱们做上几道题 快速去做一下 好 首先这道题 刚才在我们内容里面是没有去放的 因为直接做题就可以了 好 我们首先看地连墙施工的时候 对泥浆的性能要求是什么 我们要检查什么 这是地连墙最后一部分的内容 给你放了这么一句话 我们对它剪什么东西 其实你想想钻孔装就行了 我对泥浆去剪的时候 咱们前面讲过 泥浆三件套 对吧 什么是泥浆三件套 对它这样检查 我们要检查它的密度 或者叫重度 还有寒纱 还有什么 就是年 对吧 所以这钱三个是一定会去剪的 比重其实就是密度 然后年度和寒纱 这个就是我们做泥浆性能检测 现场一定会用到的东西 然后剩下再加一个pH值 加一个pH值 好 那最后一个泵润土含量 是不用去做的 因为有的泥浆 它不是去掺的泵润土的类型 有一些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 其他的一些粘土的材质 所以选择ABCD四个选项 ABCD 好 我们再给人看下一个 用于郊区 距居民点比较远 这个地铁机坑施工的维护结构是什么 它提干里面给你的判定信息就是远 远的话说明什么问题 这个功法 对这影响大 那我们就选选项里影响最大的 对吧 影响小的是灌注桩 地连墙影响非常小 公子刚和SMW相比谁比较小 这个肯定小 因为它是搅拌 搅拌的话也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噪音 而公子刚就是直接锤打的形式 所以这要提选B就行了 你就看清楚提干 判定信息是什么 然后在选项里面挑选一个最贴合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地铁机坑的维护结构中 止水性好 是不是又是一个判定因素 止水性好 就是它能去挡水 能去隔水 不用做帷幕了 那我们现在钢板装是不是不用做 它能够去拼扣锁水 对吧 所以A要选上 SMW它前身是搅拌墙 能止水选上 灌注装呢 不能 它需要做帷幕 好 不选 地链墙是不是可以去止水的 因为我们接口是要经过处理的 所以这个没问题 搅拌是SMW的前身 所以这个也可以 就扣掉C选项就行了 扣掉C选项 好 这道题我们是ABDE ABDE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